莎莎月入八十万想买天母豪宅和妈妈同住。和男友交往十一年却不婚事前以立分手协议。 34岁女星莎莎因主持时尚玩家健康活泼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,她也积极发展副业,与男友共同投资网拍、咖啡店、身兼艺人与老板的身份,也让她生活过得充实又忙碌。 而和男友交往十一年的她,却坦言没有结婚的打算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莎莎近年来事业重心转移到和男友合资的咖啡店,她透露店里所有的甜点都是她亲手做的,透过学做甜点,让她的个性也从极经风变得沉稳许多。 目前月收达八十万的她也透露,自己现在还有一个买房计划,因为以前一直都和家人住在天母四十平大的房子里,但最近妹妹搬走了。 家里人变少,空间变大,再加上房贷一较轻,所以她想在天母买一间约三十平的房子,和妈妈住在一起,这样清洁工作做起来也比较轻松。 和男友交往十一年感情稳定的莎莎,从年轻妹妹变到亲熟女,但仍然没有想婚的冲动,坦言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模式,她表示已认清两人个性不适合结婚或住一起,但彼此仍非常相爱。 莎莎也说自己其实有公主病,在男友面前会有点,我只要面对她就会变一个人,会很难搞,因此很害怕之后住在一起,就会随时爆发。 不仅如此,她透露结婚的事宜太过繁复,我怕做了不完美,因此莎莎宁可保持现状。 此外,她更表示,两人有签下分手协议,如果哪天真的走不下去,会把合资的店面卖了钱一人一半,或是男友拿店,自己拿钱,态度相当豁达。 现在的莎莎,而且工作一整天的两人,下了班就各自回住处,完全不会联络,直到隔天一早才会打招呼,这样留有个人空间的相处方式,反而是她们爱情长跑十一年的秘诀。 现在的莎莎真的很幸福。